大家好,我是龙董 今天很开心,跟大家又见面了 先来跟大家揭秘 美国的天津富豪们最喜欢什么冰箱 这几年在台湾的豪宅市场 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 美国的第一品牌SubZero冰箱 那说到SubZero 就必须要先介绍他的创办人 威斯巴克 他是一个满怀父爱的工程师 因为小儿子有胰岛素的需求 所以他设计了一款低于零度的独立式冰箱 将冷藏的技术普遍到一般的消费者上 1950年代 世界级建筑师法兰克伊洛来测 因为厌倦的市售冰箱毫无设计感 那左部与SubZero合作 设计了一款世界首创的坎路式冰箱 那讲到SubZero 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就是 有100%的纯手工不锈钢冰箱 第二大特色就是 它的温控可以控制在一度吸的范围内 那以上我简短的介绍SubZero冰箱 如有任何想要询问的 请在留言区留言 谢谢